195年,一名在长沙面临升学问题的小女孩给毛主席写信请教。 然而毛主席看了信后,却当初陷入深思并向人们吩咐,将她母亲接到北京。 那么,这个小女孩的母亲是谁?又为何让毛主席说出如此吩咐呢? 女孩的母亲叫陈玉英,是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的保姆。 1926年冬天,毛主席与妻子杨开慧之间将要迎来第三个孩子了。 对此,毛主席又喜又忧,喜的是要有新生命将来到这个大家庭。 忧的是,当时的革命局面愈发紧张,毛主席迟迟脱不开身照顾, 他担心会因为自己工作的繁忙而导致妻子不得照顾。 为了照顾好家人,毛主席决定招聘为保姆,但主席家的保姆是要有门槛的。 做保姆的得老实、可靠,不能因为主人家身份特殊就动歪心思。 于是,陈玉英来了,但毛主席却觉得有些奇怪。 这位有着十几年工作的保姆,如今却不到三十岁。 陈玉英解释,因为家里穷,他自小就被父亲卖给人做童养席。 之后为了生计,年仅十岁,就做了人家的保姆和下人,这一做就是十几年。 出于对陈玉英的同情,毛主席与妻子杨开慧决定聘用这位保姆。 在毛家的生活中,陈玉英受宠若惊,毛主席与杨开慧同志,从不会因为自己的主人身份就推他呼来喝去。 相反,还给足了他尊严,甚至让他头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是为知己者死,这让他决心用一切去报答毛主席一家。 1927年,412政变接踵而至,曾身为革命统治的国民党,化身为反动派,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屠戮。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,毛主席决定与妻子杨开慧辞别,并嘱咐陈玉英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 陈玉英自然答应,除了整日贴身照顾杨开慧的身体,还会抽空给毛岸英、毛岸清良兄弟做饭。 那认真模样,恨不得把时间都分成两半。 后来七一五政变爆发,除了对共产党清教家具外,对一系列共产党家属也开始了抓捕。 对此,陈玉英不顾生命安危,将杨开慧等人偷偷转移,偷偷照顾。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,让杨开慧大为感动。 而陈玉英只是微笑,你不是说我也是家人吗? 那这就是身为家人的我,应该做的。 后来到了1930年,邪恶的反动派发现了杨开慧所在的住处,派出鹰犬将杨开慧一行人抓住。 在狱中,还用常人无法想象的哭刑,逼问毛主席的下落。 杨开慧不从,身上就会多挤出裂开的血肉。 陈玉英健壮很是痛苦,被逼急了,他就对敌人吼道,你们要折磨就折磨我吧。 但这些反动派们眼中只有毛主席的踪迹,为此甚至残害杨开慧同志,杨开慧牺牺牲了。 但这位保姆还在,面对反动派的折磨,陈玉英也不愿意透露出任何消息, 只是沉着,只是忍着,哪怕皮开肉转,哪怕几度昏死。 这也正是陈玉英这份精神,才让毛主席想要将他接到北京报恩。 1957年,赵长在北京处理文件的毛主席,收到了一份来自湖南老家的信,写信的人叫陈佩君。 这位将要升学的初中生,这封信很有意思。 在信中,陈佩君希望毛主席能够指导他在升学上相关的事宜, 甚至大胆问毛主席,音乐要考神吗? 毛主席见状特地写了封回信, 佩君同志,是否升学我不宜询问,一切听凭学校, 如不能升则在家中温学, 而若会记上三百余您母亲,以后还会再记,不必忧虑。 毛主席知道这个叫陈佩君的女生,其实是陈佩英的女儿, 因为往日恩情,特地想关照一下。 但毛主席却是误会了陈佩君的意思, 少年少女的内心总是纯洁的, 哪里会想着要走后门呢? 在陈佩君的观念里,他真的认为毛主席无所不能, 甚至连自己升学的未来都能指引方向。 因为陈佩君的纯白,让毛主席与陈佩君成了无话不谈的比友, 还经常地问起陈佩君的家庭现状, 有时还对其忧虑,还特地写信说, 让你母亲来北京吧。 于是,陈佩英来到了北京, 还第一时间见到了等候已久的毛主席, 而见到陈佩英后, 毛主席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地涌出, 激动地握紧了他的手。 你与开会同甘共苦, 即便几度生死也不离不弃, 你以后就是我的家人了。 后来还相互拍照,一座留恋。 据说那些照片至今还被两家完好的保存着, 就像陈佩英与毛家的情谊一样, 无论怎么被风雨洗沙, 也不会发黄褪色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, 我们下期再见。